如果说你感染到肾脏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即兴胜于肾炎 它甚至会要你的命 如果说细菌跑进去血液里面 那就会变成叫菌血症 如果血压变低 那就叫白血症了 所以不要去轻忽这个东西 最常遇到的还是泌尿道感染为主啦 对那泌尿道感染为主的话 其实有分几个原因 比如说水喝太少 憋尿 性行为 喜欢用护垫 然后比如说擦拭的方向 酒的错误 都是这些原因 那如果说以冬天来讲的话 因为冬天大部分的人 我们比较不流汗嘛 那不流汗的话 可能喝了水之后 我们就会想说 憋个尿 但是一憋尿呢 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基本上呢 喝水其实有一个小诀窍啦 最主要就是你的体重 大概乘上30到35 这就是你一天基本的饮水量 当然一般正常人来讲 体重大概在60公斤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抓个大概 2000cc左右 其实因为吃啊 也要吃出保护力 所以归类成三个状况 是我们常见到 就是一旦压力大啊 然后他可能就容易 私密出感染的一个状况 那有些人的饮食 第一个状况 一就是说他很喜欢吃 比如说一个面包 或者是一个榨菜肉丝面 就是很单纯 就是等于他就是 就是以淀粉为主軸 然后饮食里头的蛋白质不够 所以保护力就会不够 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会发现 有些人很爱吃肉 那不是说吃肉不好 蛋白质很多 但是你知道他们就不爱吃水果 对那因为蔬菜水果的维他命C高 对就没有办法就是有保护力 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刚才医生说的 就是喝水的部分 对喝水的部分 就是有些人觉得 我一天就是喝咖啡 或是我一天喝茶 其实不是不可以 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 我一天喝了三杯咖啡 就是大概1000cc 可是赵医生刚才算完 比如说我一个人 可能至少要1500到2000 可是他觉得他喝咖啡很多了 他就觉得他就不用喝水 因为其实那器官都是在附近啦 因为毕竟尿道就是在前方 阴道就是在后方 所以有些女生 他其实没有办法去判断说 我今天我下腹部 闷脏酸痛不舒服 那到底是源自于哪个器官 那当然以一般来讲 女生第一件事情 我一定会先看妇产科 泌尿科反而是比较后面的选择 但是其实我建议两科 如果说你真的分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先去看一科 如果一科的医生帮你确定好 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你再去看另外一科 因为说实在话 我们为什么会分专科医师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每一科都懂啦 所以如果说这样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还是给各个专科 来帮你做合并的判断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我到底是私密处有问题呢 还是我的泌尿道有问题 他没有办法分辨出来 他就像施医师刚刚讲说就是门筒 然后评尿各种 所以他来使用我们产品的时候 我们说先让他分辨一下 你到底是分泌物多了 还是你一直评尿 我们让他使用这样两个方式来做分辨 是不是用这样是比较有基础性的 对这个是可以稍微分辨一下啦 如果说你最主要还是以尿尿的问题为主的话 那可能先看泌尿科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可是如果说是比如说阴部骚痒 分泌物变多这一块的话 那可能先看妇产科 让妇产科医生先帮你做个判断 可能会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做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那为什么之后往往都会有这个私密处的困扰呢 因为在性行为的过程当中 其实常常会因为性行为把细菌带到尿道口附近 或者是因为你在性行为的时候润滑不够 那这样子的话当然阴道会受伤 但是尿道可能会因为细菌的侵犯 所以也有类似的症状 所以其实最好最好是在性行为前跟后 都要去上厕所甚至是做清洁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避免到细菌在性行为完之后 跑进膀胱造成感染 如果说我们先从女性的结构来看起 前面就是尿道中间是阴道 然后后面是肛门吗 以一般正常的生理来说的话 尿液这种东西基本上是无菌的 所以你一定要从无菌的跑到有菌的 而不是从有菌的跑到无菌的 正常来说你的擦拭应该是由前往后擦 而不是由后往前 不然你就会把屁股的细菌带到尿道口 我常常跟病人讲 为什么他喝水这件事情多排尿 反而会减少泌尿道感染 就像忍者在攻城一样 细菌就是忍者 他是慢慢慢慢的往上爬 沿着尿道这样往上爬 爬进去膀胱里面 所以如果说上面一直有人在丢石头 一直在泼油 对不对 那个细菌就爬不上去了 它的原理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要多喝点水 多去上厕所 把这些脏的东西冲掉 那这样才有办法去避免掉 就是感染的这个情况 对我们有一个蛮主要的成分 他当时在做认证跟实验的时候 我们因为也添加了 其他比较天然脂脆的成分 所以对于保护力来说 或者是抗氧化 脂密素的保护是非常好的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三个重要的营养素 第一个营养素就是维生素A 那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医生在讲说 那个皮肤上面那一层黏膜 其实就是维生素A 好那如果说像爱吃肉肉的人 不爱吃菜 好那菜呢 就是维生素A很高的来源 所以要记得就是 一天至少要两个拳头的深绿色蔬菜 可以让你那个泼到有没有 好就是比较更光滑 它不容易跑上去这样子 那再接下来呢 第二个营养素就是维生素C 因为其实有时候 这个私密素的感染 大家医生一定有感觉就是有时候 并不是他真的怎么样 就是压力太大 就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感冒 所以维生素C它其实很重要 那就会建议大家 像柏辣柳丁奇异果 好这些都是维生素C高的水果 那要记得就是要每天吃 那第三个呢 就是再次呼应大家就是水分啦 这我们比较不会说 咖啡茶不是水都是水 你只要累积起来 一整天就是能够至少到2000cc以上 好因为它是冲刷的问题 就是你有喝液体你就会尿尿嘛 好有尿尿你就会有种冲刷 所以重点是种液体的量 那现在很流行就是有些是环保素 或者是说啊 比较偏向植物性的素食哦 那其实这个非常赞同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可以对我们整体的 不管地球环保 好我们身体环保都有帮助 那但是会提醒啦 因为有时候素食的时候蛋白质不够 好所以要提醒大家 蛋白质的食物一定要吃到足够哦 那在植物性的蛋白质里头 我们会把黄豆 还有黑豆毛豆 这三大类叫做好丰富的蛋白质 好那包含了 比如说我们用黄豆做的豆腐 豆干豆浆豆包哦 就是这些蛋白质是应该要三餐都要吃得到 植物性的饮食非常的好 但是要蛋白质一定要足够才会有保护力 因为目前现在就是 当然大家工商业社会嘛 有时候真的忙 然后忽略掉身体的一些病征 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了一些 泌尿道方面的一些尿尿热刺痛痒这些状况的话 其实建议你还是要好好的去看医生 花点时间 其实泌尿道器官因为分太多了 除了从下面往上的尿道 膀胱疏尿管跟肾脏 可是泌尿道感染它就像我讲的 它是由下往上慢慢跑上去 你今天你可能在下断的时候还算好处理 但是如果说你感染到肾脏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急性胜于胜炎 它甚至会要你的命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细菌跑上去之后感染了这个食指的器官之后 它会造成你发烧 然后浓尿 如果说细菌跑进去血液里面 那就会变成叫菌血症 如果血压变低 那就叫半血症了 甚至有时候会是就是会吃掉这样子 所以不要去轻忽这个东西 然后也不要就是 我觉得我乖乖的旁边有药房 我去药房拿 对 因为药房的工作人员 他其实并不一定知道你目前现在感染到什么样的情况 他贸然给你药物 然后又没有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乖乖的吃 很多人吃了两天 吃了三天 我觉得我好了 我就不吃了 那这样子的话就你会培养出更强的细菌出来 对不对 尼采曾经说过 凡杀不死我的必死我强大 结果你没有把细菌杀死了 他长出更多更强大的细菌 我们变成要用更厚线的抗生素来做处理 甚至可能口服的都没有效 你一定要去住院 你一定要去打针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以剩余圣炎来讲的话 大概住院一个礼拜 跑不掉 那你想你花那一点点的小钱 忽略掉自己的身体健康 你住院一周 这样划算吗 好像也不太划算嘛 对 所以如果说真的有遇到问题的话 还是建议你来看一下医生 花一点点时间 换多一点健康 Depure的产品一直就是在倡导说 可以在你需要去看医生之前 先做好自己的自我保护 就像平常你在就是保养你的脸部一样 我们是想希望你把私密处当成脸部一样 来做保养 就我们的成分里面像是金盏花跟金铝莓萃取 其实就像刚刚婉营养师说的 我们的成分萃取里面也有一些维生素A C E 它其实也是可以帮助私密处作为一些舒缓 然后抗氧化做代谢 主要的成分也是一个保养界的新宠儿 就是唐鸡海藻堂 那唐鸡海藻堂其实它在生物跟植物内都有 那这个是帮助你抵抗一些严峻的环境 然后它可以支撑你的蛋白质的成长 以及保护你的肌肤 可以就是抵御一些不好的成分 如果这些东西在你平常做保养的话 就像你喝水一样 就是你可能减少看医生的情况 或者是发炎的情况会比较好 那我们的客户群其实还蛮广泛的 就是他可能是年轻的女性 或者是更年期妇女 那像跟我们的更年期妇女还蛮多的 他就是因为磁激素减少 所以他可能会有私密处的干养问题 那像我们的成分中也有一些润滑的成分 跟一些保养滋润它的成分在 所以其实他们用过之后 对于性行为方面 他们是蛮感到开心的 有些益生菌对于女性私密处保养有帮助 那这个我们都是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遇到 比如说他水还是不喝 然后他还是补了益生菌 那有效吗 那真的没有效 我就说其实应该是先回过来 就是说把刚才该做的生活形态先做完 那你再辅助益生菌 你加强保护力是OK的 另外不要就是那个本末导致 那女生在外面上厕所这件事情 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很多人呢 他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想要上厕所 那我最简单 我少喝水 那你一方面你少了尿液的冲刷 第二件事情 你让尿液积存在膀胱的时间比较久 他就容易怎么样 长细菌嘛 细菌又从那个尿道跑进膀胱里面去 所以这样其实不是太好的事情了 那我会建议因为COVID-19之后 其实大家的习惯就是 我身上可能会有一些酒精 或有一些纸巾这些东西 那你可以在做上厕所的时候 去把那个马桶盖啊 清一清之类的 对让自己是一个 该去上厕所就要去上厕所的那个状态 然后让整个清洁环境 都做一个清洁这样子 然后有些女生我知道好像甚至会有那种 做空板凳 做空板凳 对半蹲的上厕所 其实这个上厕所的方式并不是太好 因为你的用力方式是错误的 所以有些人他甚至这样子用久了 他的上厕所会一直尿不干净 因为你用用力的方式错误 如果说可以的话 真的很怕做事的马桶 那你就用蹲室的 比较好的一个上厕所的用力的方式啦 当然你很多的疾病是必须要看医生的 那我们是希望说 你可以在看医生之前先做预防的治疗 就像吃维他命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的成分因为做了很多的认证 然后我们自己也做了实验跟使用 所以我希望就是女性朋友在照顾自己之前 就是要先了解说我的生活习惯也好 我的就是使用马桶的状况也好 或者是我出去外面泡温泉的情况也好 能够再回来之后先做自我保护 先使用我们的产品 然后再来看说我这样子的东西是不是有效果 然后再看医生给的状况是如何 这两边都需要去做评估的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真的非常的严重 到他可能会影响他的生育 那这不是一般的产品可以解决的 那我们就会鼓励他说 你真的要去看医生 如果你真的使用了这样东西 对你来说是没有效果的状况之下 那就必须要去 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当作是保养的情况 还有当作是润化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因为最主要蔓越莓有个成分叫做低甘露糖 那这个低甘露糖 他就是刚才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跑道有没有 他就是这个甘露糖会黏在我们的这个跑道上 所以矽菌病毒就会怎么样溜下来 没有办法黏在上面 好但是因为他也比较酸 所以提醒有些未食道逆流的人 就是要饭后喝 好那蔓越莓基本上很难吃得到新鲜的水果 比较少 但是不管是新鲜的水果或者是蔓越莓干 就会建议就是50公克 这是一个不错的平常做保养 那如果你要是用喝的 喝的蔓越莓汁一定有糖 因为没有糖是喝不下去的 对他们大概就是在研究上就大概抓就是27到33%的这个蔓越莓的浓度 一天就是250到500cc是有帮助 可是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他是你的水分的之一 对不要以为喝了他你的水还是没有喝到足够的量 是没有用的 那你已经就是刚才像医生说的有一些下腹部怪怪的啊 或者是疼痛闷闷的 这个时候你吃都没有效了 他是一个预防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 我常常在诊间跟病人讲 第一件事情多喝水 多上厕所 不憋尿 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三个 另外的话呢 喜欢用护垫的女性朋友 建议你该换就要换 生理期的时候该换卫生棉 也要换卫生棉 能不用护垫尽量不用护垫 可以穿棉质的内裤 那一种什么 什么合成纤维啊 弄的那一种 他比较不通风 所以这样子的话 细菌啊 黴菌啊 比较容易自身感染 能尽量少用就尽量少用 另外的话呢 鼻椎可以换中一点点 让会音部那个地方不要就是 草湿闷热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 性行为的前后 一定要喝水 上厕所 这样子才可以 尽量让别远离这个感染的风险